就是不讓你偷懶 你有沒有發現我已經燃燒了 大流汗 好痛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禎 夏天快到了 就要教大家一些 在家裡你只要有空地就可以做 就是不讓你偷懶 那深蹲這個東西 大家一定都聽過 深蹲的重要性有多重要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人的大腿肌群 是我們身體的肌肉量最多的地方 這等於人類第二個心掌 所以你把大腿的肌肉練好之後 你的心塵代謝就會變好 而且比較不容易生病 有些人深蹲他可能會站得比較窄 你知道 這樣子就沒什麼 沒什麼 沒有view 所以你要站寬一點點 與肩同關 腳要斜45度腳 重點是你的膝蓋下去的時候 一定要感覺往外 下去的時候呢 腳盡量不要超過你的膠掌 最好你能夠蹲到最下面 蹲到最下面的時候 慢慢的上來 就是快速下去 慢慢上來 快速下去 慢慢上來 重點就是屁股要夾緊 那這個東西呢 還有很多的進階版 譬如說我們在健身房的時候 老師就會教你拿著重量 然後做深蹲 這重量千萬不要太勉強 因為有時候可能要做到三組 五組啊 你不會做到第二組的時候 就像我現在很喘 那如果你家裡沒有啞鈴 沒有關係 可以抱小孩 或是抱狗狗 或是家裡有重量的東西 你都可以拿出來用 沒有錯 你是不是以為我要抱那盆栽 沒有 我接下來就是要示範的另外一個 就是棒式 但是呢 今天如果只做棒式的話 太無聊了 今天要教大家就是 棒式的進階版 這個動作呢 手就是與肩同寬之外呢 手掌要放在肩膀的底下 不要太前也不要太後 就是在你的肩膀下方 然後碰肩的時候呢 身體要保持平衡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晃動啊 因為他就是想要靠這個晃動去 你知道去完成這個動作 可是其實晃動的話 效果就會不好 盡量用你的大腿 跟你的腹部的這個力量 hold住它 然後接下來呢 你的手就是碰肩膀 再來碰腳 有沒有發現 其實所有的東西動作就是慢 因為只要你當快速做的時候 就會沒那麼有效 摸上肩的時候呢 是讓你的下半身的核心肌群 能夠平衡 能夠用 用到力氣 但是呢 當你腳抬起來的時候 這個動作 就是在訓練你的側腹 所以今天示範給大家就是 完全在家裡不用任何輔助用品 每天這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做三組 一組呢 做十下 當然大家記住 運動就是不要勉強 如果你一開始做十組 覺得哇 累死了 這動作想要殺人 那你下次就不會想做 然後讓自己養成這個運動的習慣 那才是重要 重點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映穎老師 又到了跟我一起來運動的時間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雕塑你的大腿跟小腿的線條 好啦 今天的第一個動作 我們在開始前呢 我們要先來暖身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暖身動作是什麼呢 先把你的左腳膝蓋跪在地板上 到你的右腳伸直 這個時候把你的重心放在你的腳跟上面 讓你的身體微微往下 這個時候注意囉 你的背部是打直的 讓你的雙手輕輕地摸在腳尖 如果你摸不到腳尖的話沒有關係 請你放在你的小腿或膝蓋的位置 慢慢地把身體往下壓 這個時候你會感覺到你的小腿 跟大腿後車有深散的感覺 稍微讓自己往下 大概聽了大概五到十秒的時間 然後我們之後再換邊 好 換邊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準備今天的練習囉 今天的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先來到地板的坐姿的地方 右腳的膝蓋朝向前方45度的地方 肚子收 臀部夾緊 把你的肩膀打直 讓你左腳的膝蓋朝向你的 左前方45度 重心穩定之後 把你的左腳膝蓋抬高 深深地吸 吐氣的時候把你的左腳膝蓋伸直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你的左腳是用力有張力的喔 回到中間 盡量把你的身體打直 吐駝背 好 重複做了大概六到八次以後呢 我們再換邊做 接下來的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要來到我們的側躺的位置 來到側躺了之後呢 注意一下你的手肘的位置 你的手肘一定要在肩關節正下方 臀部放在中間的位置 兩腿夾緊 背部往上打直 吸氣吐氣的時候呢 我們把我們上面的這隻腳往上抬高 停留 吸氣吐氣 回到中間夾緊 重複做這個動作 連續做大概八到十個之後呢 我們一樣休息再換邊做 來到我們的第三個動作囉 第三個動作我要請大家跟我一樣 來到跪姿的地方 把你的雙手穩定的放在地板上面 這個時候呢 把你的兩腳膝蓋彎曲 重心放在你的腳跟上面 你的手掌上 穩定呼吸把你的左腳膝蓋離開 靠在你的右腳膝蓋那一層 不拱背 直接打直 吸氣吐氣的時候 還有把我們的左腳往上抬高 你的腳不需要抬到很高沒有關係 重點是感覺到你的 下面的這隻腳有一點點燃燒的感覺 好 重複做這個動作 一樣六到八次 然後呢 做完六到八次之後 我們再換邊做 有沒有發現我已經燃燒了 大流汗 所以剛剛那些動作呢 我們重複做一樣 六到八次 如果你覺得OK的話 你可以做十到十二次 中間休息一個十秒 我們再做第二組跟第三組 接下來我要示範幾個瑜伽的動作 伸展到大腿與屁股的肌肉 感覺翹二郎腿 然後另外一隻腳抬起來 雙手穿過去 抱住大腿 呼吸 呼吸 吐氣 再一次呼吸 吐氣的時候 左側腳靠近身體 這時候也可以感覺到 右側腳的大腿與屁股被拉開 一樣配合呼吸 停留十到十五秒的時間 然後 鬆開 換另外一隻腳 左腳翹二郎腿 抬起來 雙手穿過去中間 抱緊腿 右側腿 呼吸 再一次呼吸的時候 往身體更靠近一點 配合呼吸 平留十到十五秒的時間 可以做三組的循環 現在四足跪姿 要注意手掌的位置是正對 在肩膀下方 膝蓋正對骨盆 四足跪姿往後 注意腳尖是踩地的喔 現在腳尖放下 往後 嬰兒式 感覺到背部一接一接拉開 再來 手掌往前延伸 可以維持到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放鬆背部的肌肉 好 起來 一樣回到四足跪姿 腳尖踩地 一樣確認手掌的位置是正對在肩膀下方 好 接下來做 貓式 背部拱起來也感覺到 脊椎一節一節的拉開 感覺到肚子下方好像有一顆很大的球 配合呼吸 好 接下來 下來 腳掌放下 頭往前看 屁股往後撅 再回到嬰兒式 首先第一個我們是先做側躺姿 然後讓你的上方手跟上方腳 在你的身體前方 可以支撐你的身體 然後呢 下方腳 我們開始之後 試著讓你的大腿慢慢的遠離地面 好 然後慢慢的回來 輕痛地面之後就往上 你可以在上方稍微做一點點停留的時間 慢慢再回覆 好 保持吐氣往上 吸氣回來 所以控制你的速度 兩秒上 兩秒下 這幾年女生真的很辛苦 因為呢 腿呢不只要細 臀部更是被要求一定要肩挺又漂亮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教大家三個很簡單的 可以伸伸腿又可以提提臀的好動作 那第一個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可能在辦公室休息的時候 你都可以做 只要你練習單腳站立 不只可以收你的腹部 然後也可以讓你的腿部跟臀部的線條更漂亮 你可以這樣子 然後打開 回來 打開回來 那你可以覺得你整個大腿的根部 都有運動到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腹部 會吸一口氣 然後會很結實的 那第二個呢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其實很多人都會 與肩同寬的開腿 然後之後做深蹲的動作 可能側邊一點大家會看得比較清楚 很多人都會做深蹲 因為深蹲呢 可以把你的屁股曲線去練得很漂亮 那我們今天就是加一個 深蹲 踢 深蹲 踢 就可以順便呢 不只訓練到你的屁股 還可以訓練到你這一塊你的肌肉 那就可以把很多人遇到的問題就是 馬鞍臀把它收緊進來 然後第三個呢 是我覺得很可愛很可愛的動作 那一樣可以訓練到你的大腿 那就是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喔 它不只大腿的這邊訓練到了 然後你的腰也一起壓下來 所以你的腰部的線條也拉扯到了 所以可以讓你的臀部大腿 還有你的腰部線條 都一次運動到 然後再換邊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這個夏天 我們就一起 叮叮叮吧 好喘喔